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來關心天氣狀況啦 今天白天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上半天都還滿暖熱的 可是中午過後 北台灣明顯感受到變天了 來看到這傍晚的 即使影像是在台北市 台北101都被這雲給擋住了 雲變得越來越多 最主要是冷空氣來報導 不過今天全台灣的最高溫 還是滿高的 來看到出現在哪裡呢 主要都在南台灣 包括了高雄內門 34.8度 再來屏東三地門 也有33.2度 這幾天北台灣 還有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出門就要記得帶傘 因為這個冷空氣 是有帶來水氣的 包括了迎風面 北東地區有一些降雨的機會 所以提醒外出雨季要攜帶著 溫度方面也有變化 北東地區的話 這幾天的高溫 大概就在20度上下 那低溫是13到14度 東半部的低溫 17到18度 星期一還有可能 由冷氣團會來報導 那中南部地區 相對的這溫度是稍微比較舒適的 高溫是26 29度 低溫16到18度左右 所以幾個氣象懶人包 我們要特別提醒給大家 北台灣外出記得帶傘 也要多架一件衣服了 因為變得比較冷 南台灣的話還是要防曬 那穿著可以以透氣舒適為主 下個星期要小心 冷氣團來報導 有個心理準備